等等,吃洋芋片之前 你有想过猴毛猩猩吗? 这是亚洲第一大岛,葡萄州 抬头也看不尽的树冠 纷纷落下来的种石 鲜艳的大花草 意想不到的食丛植物 数不尽的无数昆虫 你来过吗? 葡萄州不只有雨林 葡萄的自然资源 也有当地原住民取材于自然的特色食物 像是我们常吃的摸摸扎扎里面 半透明的雅达籽 就来自葡萄州上一种生长在红树林的棕榈科植物 而当地种植的西谷椰子不产椰子 却可以洗出满满的淀粉 这就是过往制造西谷米的原料 这座距离我们2644公里的大岛 沿海地区交通比较便利 人口主要集中在沿海都市 而中央有最高4095米的山脉 独特厂屋的原民文化 加上多元族群先来后到一一落脚 这里食物丰富好吃 你会惊讶 原来这个岛屿与台湾有这么多相近的地方 这里就是一个生态与人文交织的地方 但这个属于红毛猩猩 属于犀鸟 属于各式各样生物的家 最近已渐渐无法再保护它们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只有洋芋片 你吃的糕点 你用的洗面乳和卫生纸 很有可能都来自玉林 准确来说 是玉林开发后种植的经济物种 你的选择会影响到 远在千里之外的婆罗洲 和上面的原住民 但要怎么选 怎么挑 才不会伤害到婆罗洲 重点是 我们需要保护的是什么 是稀有的动物 是重要的玉林 是历史悠久的人文 所有答案来这里 你都能找得到 一起跟我们前进婆罗洲 感受我们与婆罗洲的距离